大家好,我是刘毅 美国自二战以来到底参与了多少战争? 美国不出兵只出钱的代理人战争不算 共有十次大的军事行动 有三次非常不体面地结束了战争 其中两次跟我们中国有关 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 回顾一下冷战初期 二战胜利后 美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新的冲突 朝鲜战争 这场战争从1950年持续到1953年 这是一次试图遏制共产主义扩散的行动 共产主义被美国视为对民主价值观的威胁 战争已僵局结束 这是美国第一次非常不起面地结束了战争 朝鲜沿38度线分裂 这一分裂至今仍然存在 接下来 美国的重大军事介入是越南战争 从1955年到1975年持续了20年 这场战争与朝鲜战争一样 也是基于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传播的愿望 然而 越南战争以美国的失败告终 1975年 西贡沦陷于北越军队 越南作为中国的邻居 跟中国的安全息息相关 接着是美国介入规模较小的冲突 首先是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 此举是为了在政变后恢复稳定 6年后 1989年 美国入侵巴拿马 以保护美国利益并恢复法制 海湾战争随后在1991年爆发 美国领导联军驱逐伊拉克军队出科威特 这场冲突迅速而决定性 联军取得了胜利 然后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了1992年至1995年 在索马里的Humanitarian Aid 人道主义援助 何之需恢复 然而 这次干预被1993年 著名的黑鹰坠落事件所破坏 1999年 美国和北约干预科索沃 以防止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压迫 这场战争以联合国科索沃 临时行政特派团的建立而结束 2001年 9月11日的恐怖袭击 导致美国进入阿富汗战争 这场战争持续了20年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 这场战争是为了回应袭击 目的是摧毁基地组织 并推翻塔利班政权 阿富汗至今还处于乱象横生之中 战争并没有给当地人民带来幸福和安康 在阿富汗战争进行两年后 美国在2003年发起了伊拉克战争 一直持续到2011年 目标是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 该政权被认为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后来发现这一说法是虚假的 所谓的化学武器其实是一袋洗衣粉 最近的一次重大军事干预 是在2011年的利比亚 美国支持反对派推翻了卡扎菲 这次干预导致了政权更迭 但也带来了该国的不稳定时期 因此无论是对抗共产主义 寻求稳定 回应侵略还是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自二战以来参与了各种冲突 这些战争在历史的篇章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褒贬众说纷纭 随着新型经济体的发展 随着中国的崛起 美国说打就打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就请点个小红星加关注 谢谢